歡迎收看超級大英家 我是詹玄 我們來關心 今天是星期五 我漲了一個禮拜之後 國際股市是普遍的稍微修正 不過台股中場 還是小漲的10點 設在8325點 那部分有點萎縮 今天只有751億的量能 行情怎麼觀察 先為你請到專家 萬通國際投顧的丁超老師 丁超老師好 玄儀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剛剛我就問老師說 老師盤面上看起來最強 今天果然還是太陽能 因為下禮拜一 有這個太陽能論壇 是這個利多開始先發酵了嗎 這個是其一啦 對 其實最主要重點不是在 禮拜一的台灣太陽能 光電論壇 不是只有這個 這個是實質的利多 對 我們現在投資朋友很懷疑 到底太陽能 這個是長真的還假的 對啊 他以為只有跟小英姐有關系 那你就太看不起小英姐了 太陽能跟小英姐有關系 但是小英姐跟他有關系的 這個類股不是只有太陽能 也有生技 也有這個 機械工業 機器人 物聯網 還有國防的航太工業 這是他未來的五大的發展方向 對不對 所以我請你背起來嘛 因為 新總統嘛 他要做的事情 你就要尊重他嘛 這國家未來發展策略嘛 那 我現在講說太陽能會 會長 我們到底用什麼理由來告訴各位 難道是我們瞎拜了 而且我們為什麼 這個禮拜以來 我們天天講太陽能 為什麼我不閃一邊去講金融股 或者是水泥股 1600檔股票 你叫我丁鈔每一天要變來變去 我要怎麼變 我都不是孫悟空的 郭台銘說今年的景氣 像孫悟空一樣72遍嘛 對 孫悟空就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股票不能說 散來散去 看看什麼強勢股就往那邊跑 因為 我們投資朋友 我們假設 每一個人都不是中央銀行 對不對 我們是假設 不是中央銀行 但是 因為中央銀行 他自己可以印鈔票 可以自己蓋账嘛 他可以無限量的 供應鈔票出來 買不完 可是我們一般投資朋友 資金是有限度的 就算是有1億 10億 也會買完 不是嗎 也一樣會買完嘛 所以我們要假設 投資朋友的資金 是有限度的 不可能 無限量的供應 所以不可能買 非常多的股票 不可能買 好幾百檔股票 所以不可能 每一檔股票都要買 對不對 也不可能 假設你可以天天買 像國安基金一樣 可以天天買來套牢 不是這樣做的 因為我們買就是要賺 我們如果不對 我們就跑 我們資金是有限度的在應用 所以我們既然資金是有效率的 而且要集中到 最大的一個報酬力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就要精簡 我們投資股票就是 幾檔就可以了 兩三檔就夠了 不用太多 因為你太多沒有意義嘛 雖然雞蛋不用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但是雞蛋不能夠100顆 200顆 300顆 500顆 1600顆 那是技巧不會顯示出來的 所以你看我們為什麼要集中 集中火力 那集中火力的意思不是說叫你單挑一檔 單挑一檔 那我就是叫你去賭博了嘛 是不是 這樣也對你不公平嘛 所以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們把這個範圍把它縮小 那大家把它集中化 那我也告訴各位 這個盤會漲 這個盤 會不會拉回 其實 我研究的範圍不是說會不會拉回的問題 我是說 我研究範圍是你買了沒有 你買了什麼股票 對不對 我還在跟各位強調 就算是今天跌1000點 還是保證會有股票漲停板 那你又不是在做指數 你每天都在關心大盤 要不要拉回有什麼用 我們講過了 這個盤可以不用拉回的 我昨天解釋的很清楚 我說月線趨勢向上 月線的扣底 只是扣底低直 而且越扣越低 所以就算是有大跌 就算是有大跌 也沒事 還是多投 對不對 現在月線的位置 今天是七天八 九百八十四點 下禮拜以後就到八千點 月線的一個趨勢 所以說就算有拉回 下個禮拜就算有拉回 它還是多投 我們希望它能夠拉回 而且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要拉回的 按照美國股市的月線 跟這個季線來看的話 季線的扣底值 是扣底高的情況之下 其實不可能一路往上走的 所以拉回的機會是相當大的 指數我是講的是指數 下禮拜以後拉回的機會相當大 但是拉回會不會破壞整個漲勢 不會 絕對不會 那我們希望能夠拉回 這是我的希望 也可能是你的希望 可是它不一定會拉回 既然不一定會拉回 有第二種情況的整理 叫以盤待跌 它不拉回 而且假設有拉回幅度也不是很大 也不必然一定要到上升月線 那你讓這個時間混過去以後 當未來季線的週扣底值 開始往下扣底低值的時候 那會爆充的 我跟各位講 下禮拜的季線的週扣底值 是8456點 那三月份的第一個禮拜 跟第二個禮拜扣底值是8398 第三個禮拜是扣底8112 所以這個盤 我認為爆發點會在 三月份的第三個禮拜以後 所以最有機會拉回的是下個禮拜 那我們希望它能夠拉回 好 那你希望它拉回 它會不會拉回我不知道 那你會覺得說 老師你現在看起來會拉回 那你要叫人家買太陽能股 你是打他拍戲嗎 我沒有拍戲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我叫什麼去 我照樣要長 我才不管指數 因為指數它在保護我 它已經不是空頭 已經沒有系統風險 我就天不怕地不怕 我們之前有時候會比較保守 是因為指數在跌 我們會擔心我們的股票 被指數害 走去會害到 你了解嗎 覆巢之下無完卵 那當然指數在健康的情況之下 它或有拉回不拉回 都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做了 就是做 做會漲的股票 會漲的 不是低階喔 我們是要 我不講低階的 你看我哪時候講過低階股票 不講低階的 哪來低階 我買強的股票 買低階 買的套 誰要買低階 你自己去買 股票不是越跌越買 沒這回事 是越漲越買 你或許會覺得說 我是違言聳聽 我就是這樣做 沒錯 不然為什麼三五一四的玉晶會漲停盤 為什麼它不拉回 在今天以前的玉晶 三五一四的玉晶 這太陽能電池的 它拉回的空間非常有限 這個叫以盤代碟 就我講過了 用時間來化解 它前坡的一個反壓 跟甩腳 你看今天玉晶開始啟動 可是昨天以前的玉晶 沒它的份 太陽能再漲 漲了一個禮拜 你看玉晶六四 四三元晶 連漲了五天了 三五七六的新日光 連漲五天 那玉晶到今天以前的禮拜一到禮拜四 它都沒有參與這個市場 那你會覺得說 這檔股票沒有用 怎麼會沒有用呢 它就太陽能電池 怎麼會沒有用呢 因為它整個族群在漲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扯上來 會比較上來 所以我認為太陽能股 除了今天的玉晶轉強以外 當然就是六二四四的茂底也轉強 你看茂底在今天以前有漲嗎 有嗎 沒漲嗎 好 那我再跟各位講 它們現在在輪漲對不對 你現在很清楚我在講什麼 太陽剛開始動的時候 是六四四三的圓形 六四四三的圓形 一個禮拜就漲了三成多 那接下來跟它一起漲上來的 從禮拜一開始漲上來的 就是三零一六的駕駛 這做上游的 太陽能上游的 還有就是三五一九的綠人 已經有先發動 但是它走得比較慢 對不對 做上游的 那接下來就是三五六一 或是四九三四這太極 它們都有先慢慢在跑 慢慢在跑 可是它還沒有衝出去 對不對 那當我講這些股票之前 那今天漲的股票 是昨天以前沒漲的 你有沒有發現 包含三六九一的售核 蠢蠢欲動 我就跟你講 你要注意這檔股票 不是你要不要買 這檔股票的問題 因為它很重要 它是頭 它是龍頭 所以你發現 今天漲起來的股票 好像昨天都沒有漲過了 三六九一的售核 還有六二四四的茂迪 是不是昨天以前沒漲 三五一四的玉京 昨天以前是沒漲 是不是沒有漲 好 那你現在知道重點 做股票 如果每一天 我都要帶你買漲停 是強勢股票 那我還是定差 我會每一天 換來換去 每天跟你講 那物聯網的哪一檔又漲停板了嗎 網通股哪一檔又漲停板了嗎 我會不會這樣換來換去跟你講 沒這回事 因為我們做的股票就這麼少 我們怎麼有辦法把資金完全分散出來 沒辦法 所以我為什麼要集中火力 我今天一定要跟各位講很清楚太陽能產業 如果說你真的對某一些股票有誤解 我先談一檔股票就好了 這檔股票我也不要叫你買不買的問題 3673TPK 他昨天是法說會公佈出來57塊8毛6 去年度整個虧損57塊8毛6對不對 很正常 因為大家都知道 體內虧損按照35號公報 財務會計準則 第35號公報體內資產減損 這個我以前就解釋過了 可是他虧損竟然是減少了 才輸了57塊8毛6 很多人會覺得 這第四季怎麼他賺錢 第四季一定賺錢 為什麼一定賺錢 因為他之前的火災 他提列了保險費的一個損失進來了 保險費收益進來了 另外 最重要資產減損之後 他的營業費用會減少 而且他不用提拨更多的一個資產設備 你知道財務公報原則裡面非常重要 我就是可以跟你保證 2016年TBK最少賺8塊錢以上 為什麼 因為每年都會少折就2億 2塊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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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不是跟你講過 我不是叫你買 我也沒有買 所以你不用懷疑 股票就是這樣 看後面不是看前面 如果你說看前面虧錢 那一輩子就是阿呆的話 那你就這樣認為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跟你溝通跟你解釋 好那我為什麼要講TBK 我就要講太陽能 你看茂迪去年是不是虧損 去年是虧損對不對 到前三季都還在虧損對不對 沒有錯吧 虧2塊多嗎 可是你知道人家第四季賺錢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今年第一季要大賺嗎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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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他要賺4塊錢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對不對 你因為你看過去 看清末民初 看清末民初 而且看魏晋南北朝 你還在看梅藏書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因為你記得是古時候的事情 我講的是未來的事情 我不是講古時候 你知道三五一四的玉京 第三季已經轉 轉虧為盈了 他第三季就賺錢了 第四季爆賺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去年第四季爆賺 財報還沒出來 我就跟你講 今年人家是要賺多少錢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否則的話 為什麼三四四三的玄京 他的老闆說 他們今天要賺3塊 去年才獲利4毛錢的公司 有這麼囂張嗎 4毛錢 人家直接跟你講 我要Double 7倍Double 再Double Double高到7倍 要賺EPS要3塊錢 這是一家小公司 這是一家小公司 小公司的一個好處就是 賺錢 他不會賺贏過大公司 但是賠錢 也絕對賠少於大公司 像茂迪 玉京 新日光 這個就是大公司 所以他虧錢的時候 虧很多 賺的時候會爆賺 你看 元經他都可以賺3塊錢 而且他的產能來講 他是排在後段班的 雖然他的轉換率是非常高的 17%以上 所以我為什麼叫你們 要買這些股票 你說到昨天為止 很多人問我說 元經是不是漲多了 我說 根本就沒有感覺他漲過 我一點都沒有感覺 他漲有漲 雖然一個禮拜 已經漲了三成二 但是我感覺不算他有漲 人家賺3塊錢 17塊18塊 叫有漲我搞不懂 18塊 18塊的股票 他可以賺3塊錢 EPS 3塊錢 18塊叫貴嗎 叫貴 叫貴嗎 我沒有感覺出來 6244的茂迪 今年可以獲利4塊錢到5塊錢的公司 這個價錢叫貴 我說今年 你要聽清楚 今年是2016了 這個叫貴嗎 354 是預示的預金 第一劑 幫他算出來 第一劑 我一句好了 第一劑 他們八個錢一塊 算出來了 我幫你算出來 第一劑 你現在今年要賺多少錢 還在清末民宿嗎 這產業是一個循環的 它的庫存已經減少了 太陽電池 太陽下游電池 而且裝置量在今年度2016年全世界整個地球上的裝置量要高達63.5 麥加瓦 幾加瓦講錯了 幾加瓦 成長15% 而且我們國家又未來把它類為發展重要的策略 小英傑 現在我們都叫它小英傑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看看今天早上三五一四的預金 你看它開盤 我們看那個TIC圖 盤中左勢圖 那個TIC圖 它開盤有沒有開漲停 我們再看一下怎麼研究股票 它開盤有沒有開漲停 沒有 你會不會讓你買不到 不會 因為它沒有開漲停你就買得到 就算漲停你排隊也許還會買得到 但是它沒有開漲停你能不能買得到你告訴我 只是你知不知道要不要買 到底要不要買的問題嗎 那今天早上去買這一檔股票是不是就拉漲停 是不是就漲停 沒有錯吧 做股票就是這樣做而已啊 你不要以為我們只會講不做 我們就買它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我跟各位講你也不用緊張 現在太陽能 我要跟各位講太陽能不是今天這種 這種情況而已 不是說這樣就停下來了 或者是下禮拜怎麼樣 我跟各位講 我們是做一個大波段上區 我不是跟你玩一天兩天的 太陽能股 不是因為下禮拜一的太陽能國家論壇的問題 不是只有這個問題 而且考到三月初日本 太陽能大轉的問題 日本是太陽能的需求非常大的一個國家 而且又卡到了太陽能 全部都是現在目前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 一家辦理限定政治 一直在擴亮 一直在增加它的產能 而且訂單已經完全爆充出來了 而且第一季是淡季不淡 原本第一季是淡季 投資朋友 你看 在股市當中 每一個人的時間都一樣 開盤都是9點 收盤都是1點半 每一個人時間都一樣 機會也都一樣 每一個人都看到了機會 看到了太陽能看到了指數在漲 機會都一樣 時間一樣機會一樣 但是有些人有把握 有些人就是沒有把握 結果當然就不一樣 你每天在看我節目 你做了沒有 你去買了沒有 這才是我要要求你的重點 不是每天看而已嘛 你看我準不準有什麼用 講人聽你有什麼屁用 我今天如果做錯 我跑得跟鬼一樣 你套不了我的 你別想套擾我 我很老套 你了解嗎 所以你不用驗證我對不對 我一定對 因為我不對我就跑了 我怎麼會被他連住了 我又不像你會套擾 我做股票做那麼快 動作這麼快 只有賺錢的股票我才會保留 賠錢的我馬上走了 不跟你混了 你看我個性不是都這樣做嗎 所以我要告訴你 之前我一直跟你講說 因為之前要總統大選 又要過年 美國股市又在跌 中國股市又崩盤 我說你擔心又害怕 你又怕政黨輪替 想東想西 我說好 那你就先做一個月 或者是做三個月 對不對 我說這個操作不只是 操作不只是我們看這裡 一年半才 操作不只是一個月 或是三個月的短中線的價差 一個月我們都成為短線 兩個月成為短線 三個月到六個月我們成為中線 其實接下來以後 小英都要開始要結論總統 你不要再想那麼多了 舊政府已經快過去了 所以我說接下來的一年半載 你要做什麼 你更應該要在一年或是半載 長期穩定或累累 時間最大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講 時間最強大一件事情 就是它會改變 它就是會改變 接下來你要跟著我 就是要一年半載 我們先把時間交換給主播 好 我們先休息片刻 想展望更多投資訊息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萬通國際 戰勝股市 服務至上掌握趨勢 先買再賣 先賣再賣 多方空方皆是盈方 萬通國際為您把關 創造財富遠離風險 萬通國際 唯一首選 服務專線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阿魯桑妮 深淵深淵 最佳選擇阿魯桑妮 你讓地球最快樂 嗨嗨 大家好 我是小廚師的代言人阿喜 在代言之前 我吃了很多 南橋在泰國生產的小廚師 認真的了解 推薦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更了解小廚師 所以我要帶大家去泰國 參觀小廚師嚴謹的生產 2月29日之前 只要你寄回六枚碗蓋 就有機會 跟我一起去參觀 泰國的小廚師生產 還可以跟我一起 從游泰國 趕快來參加吧 小廚師 慢食麵 謝謝 下來豚激豆酸 把豆豆豆 比較方便不會清去 本期請等空便丸 幫你拜託 易便比 請小便 白季小寶 本期請等空便丸 讓你把豆清去溜溜 萬通國際 戰勝股市 服務至上掌握趨勢 先買再賣 先賣再賣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萬通國際 為您把關 創造財富 遠離風險 萬通國際 唯一首選 服務專線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喂 出來了嗎 讓我看著喔 蘋果西達 欸欸欸 這個好欸 先求喝了我們的蘋果西達 歡樂一起有我 蘋果西達 不夠新鮮的 我不要吃 只有Hitachi 世界首創 低溫白金奈米出煤 淬炼食材 絕對鮮度 業界最大容量 Hitachi Alpha Beauty Plus Platinum 日本原裝生活美學 Hitachi 業界第一 全系列能效之霸 二月二十九日前 Hitachi家店 買就送 指定機型 回韓再送廚師 歡迎收看大家來看到 今天期限貨 是同步小掌作收的 來看一下重考變的變化了 今天三大法人 是買超13億 外資在線貨買了23億 可是期貨多單捨位 現在還是來到 三萬三千多口的高捨位 而且一個禮拜 台股已經漲了262點了 下禮拜之後行情如何呢 再請教丁超老師 下禮拜 對啊 262點 一瞬間就來到八千三了 年前有誰想到會這樣 沒有 如果我想到我過年前 就不會把股票賣了 可是大家以為我是笨蛋嗎 不是啊 我禮拜二不是就搞不好買回來嗎 對 你看我做多棒 隨時都可以買 我做多棒 我隨時就馬上 而且你看馬上切入太陽能 就算是上個禮拜 沒有賣股票的人 搞不好這禮拜的股票都不會漲 對 所以沒有報股過年 一定會賺錢嗎 不見得嘛 我這個已經解釋過 所以不想再講 我講的意思是 你要見幾屢幾嘛 什麼叫破曉最大洪 破曉最大洪 這五個字不要 不要給人家偷拿 不要有人偷拿去用 這是我發明的五個字 變形第一拐點 我們現在看一下 什麼叫破曉最大洪 六四四三元經 六四四三的元經 我們看黑錢圖 五天前你有沒有看到 月線七十向上 五天前 不是今天啊 有沒有開 有沒有出現一個長紅的K棒 有沒有突破了月線 那一根線我們稱為破曉最大洪 今天的三五一四的玉京 三五一四的玉京 有沒有看到紅紅的開地走高 放量一定要放量喔 我們稱它為破曉最大洪 你把它背起來 破曉最大洪就是第一天起漲 剛開始的意思 你聽到我意思嗎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你不要讓壽和長起來 壽和去年的獲利是算出來四十塊 EPS去年2015年 今年 五十塊 五十 它的電廠 就可以賺七塊 國壽擁有壽和 百分之五十四 所以二四零六的國壽 你也要注意一下 二四零六的國壽 還沒漲喔 我不要說我什麼都不告訴你 不要說我什麼都不告訴你 國壽你下禮拜要注意 那你想我比加長股票 漢維科就好 漢維科去年的獲利三十二塊七毛錢 前年的獲利是四十五塊 大幅衰退 所以它股票才會衰下來 這是去年跟前年的事情 那今年的漢維科也賺錢也不會超過 三六九一的售和 那你說它股價這個價格它是不是很偏低 何況來講 它的價格一直在跟著 跟耗鼎在爭 爭第三零 耗鼎今天不是有稍微跌 因為它大家會害怕 禮拜天要不要解盲的問題 這升級股下禮拜再講 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 你售和現在目前的價格 你說它貴不貴 如果售和不貴 你讓售和衝出來的話 我跟你講那還得了 你讓股王衝出來就不得了 你不可以等售和漲起來才買太陽能 我很緊張你知道嗎 投資朋友 我很怕它漲起來的你知道嗎 它漲起來怎麼辦 你到時候怎麼買 怎麼買 買得下去 你看它現在一檔一檔在動 而不是全面啟動 投資朋友 在股市當中 大家開盤時間都一樣 機會都一樣 有把握跟沒把握 結果就不一樣 你看三五一四的預金 你說這種股票你買不到嗎 你早上你看盤中Ticket圖 盤中的一個江波圖 盤中江波圖 它是開地往上挖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投資朋友我跟你講 完定了啦 不是啊 這組絕對跟你完了啦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你現在有套牙 能套牢也好 你現在有買空手 什麼都好 我跟你講 你要馬上做決定 不要每天都看節目 看沒有用 它就不會賺錢 要動作才會賺錢 時間最強大 我講時間最強大 不是最大 最強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會改變 時間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時間最大的強大的力量 就是它會改變 它會改變你的一生 到底你怎麼做的問題 一連半載 之前我都叫人家操作只是一個月 不只是一個月 或是三個月的 短中 短中的一個價差嘛 因為之前要總統大選 你會害怕 總統已經選完 想應都已經要當總統了 更應該是什麼 一連或是半載 長期穩定獲利的累積 我投資朋友跟你講 接下來我要代表是大波段 所謂的大波段 不一定是天天要大漲 或是大 大波段 有時候是大漲的波段 有時候是大跌的波段 所以我們多空都會操作 但是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只做多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主播謝謝 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禮拜過了 猴年交易日過了五個了 這禮拜台股已經大漲超過了 260點 今天下禮拜之後 行情如果看待 我們禮拜一同一天再見 感謝收看 掰掰